声音 tät 年轻点掩一下 还有我觉得可以做个色彩 首先是帮她剪出漂亮一点的形 而且她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因為她的頭髮的角度很不一致 這個是有一點點棘手的 髮型方面要小心一點 她本身是英俊的 其實基本上很多東西她都能持續到 OK 會見到那個東西有一點綠木鼻色 只不過做完出來她的啡色可能會帶一點綠綠地 因為怕她可能脫色也太黃 所以我們都給她一點錢的時候 那些啡是有一點色調的 我會很喜歡上她課堂 因為活動一點 她個人都這麼有趣 會不會有六聲按她 嗨 喝奶茶 你是不是習慣了經常要說話呢 你因為說話是不行的 我已經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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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驗這個綠色其實我很喜歡 因為是灰灰綠綠 鴨屎綠 感覺新鮮很多 而且看上去都潮很多 之前那個好像80年代的中學生 就是這樣 我純粹第一個感覺 就是她好像是七、八十年代的 那些學生頭 如果到了暑假 我其實就可以 因為放假 我可以再幼稚一點 我希望下次可以變更加誇張的髮型 還有也可以剪一些特別一點 與眾不同一點 其實男生修眉和女生修眉 分別是在於 女生可能會比較上 做出來的效果會偏形狀 主要是形狀 還有一些工整度 很乾淨 收到很幼的一條眉 但是男生的話 這條眉其實有些位置 可以正常有它生出來 有些粗鋼蓉都可以的 最主要是收回頂部 平一點這個位置 還有下面一點雜霧的話 眼摩前面這些位置可以收回 男生少化妝 自己的感覺上 會覺得如果我化妝很厚的話 一定會被人看得出來 感覺好像很厚壯 妝方面一定要薄 最重要是調眉 而且不能夠太實 輕輕 可能它有些洞位 要補一點顏色 幫你補一點顏色就可以 謝謝大家 然後呢 我們之後 我們下次見 Update 後面 我們下次見 possibil點 會不會 收窄 請